票房破译李玉玺全裸,毕书竟也要拖。 李颖维要求李玉玺票房破译全裸,左起,包地,李颖维,毕书竟,李玉玺。 图记者陈鸣安设,20101803.29。 电影有一种喜欢金,29日,玩具办首映里,由导演王玉慧率领李玉玺,毕书竟, 王宇儿,格兆恩,包地,李颖维,李绍杰,以及特别演出的戴咖们邓安宁导演,郭子谦,丁宁等一起出席。 现场特别陈设爱情达度轮盘,李玉玺竟被转到破译全裸。 当时是由林颖为转盘,转到可要求李玉玺做一件事,结果她说,希望票房破译,然后玉玺全裸。 郭子谈现场加码,和李亚明一起全裸。 遭主持人脚割笑亏,这可能掀起电影史上最狂的腿跳潮。 毕书竟则表示,会帮宝地,玉玺脱衣服,我是破三亿才脱。 角哥则加码四亿找徐若萱一起办庆功记者会,让你只是虚伪女生的毕书尽,太羞慧可是这样只对我好的事。 角哥答,这样你才会努力催票呀。 王愚慧导演也在现场送上蛋糕,为李玉玺提前庆生,3月31日,她许愿,第一个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世界和平,第二个是电影票房破译。 毕书竟则透露很羡慕为李玉玺在片中闻戏很多,希望自己未来还有机会再演出电影作品。 有一种喜欢首映会演员齐聚一堂,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01803.29。